中國的大型飛機喔 也是很大突破 我們去年才在看C919 現在呢 各位 C929 飛機已經進入 詳細設計了 中國商飛的副總經理跟大家宣布了 預計喔 2030年就要來首飛囉 帥將軍 想聽帥將軍的分析 中國商飛C929就是919之後 研製的大型遠程寬體民航飛機 據說它的外型跟波音747很相似 但是低油耗 低噪音 低排放的綠色理念設計 據說它最強喔 它要設計到可以降低碳排60% 那當然這個是大陸國產 本來俄羅斯也有加入 後來俄羅斯退出了 現在就完全就是中國大陸國產C929客機 鎖定波音767是它的敵人 這架飛機喔 配備280個座位 那麼再來呢 最大的航程 一萬兩千公里 巡航速度最快到0.85馬赫 最大的著陸重量是190噸 將軍 你想啊 原來的C919 它只能在國內 載體 做不了多少座位 那中國是全世界 需要民航機需求量最大的國家 對 最大 它14億人口 它只要有1億人出國的話 你算算它 要排隊了 所以你看它現在還受制於西方 波音啦 空中巴士啦 這些飛機那個寬體飛機 換句話說要走國際航線的話 它必須要C929 因為它的航程到一萬兩千公里 才能夠跨越亞洲 歐洲這種距離啊 能夠做遠洋的 遠航的這個飛機 那這個裡面的目標 我覺得科學家你是吹牛呢 還是真的可以做到 因為這個在全世界航空公司裡面 都在競爭怎麼樣低油耗 對 低油耗 低碳排 因為飛機飛行的時候 油耗是最大的成本支出 第二個低噪音 因為我們做再好的飛機 都會覺得有的時候會受影響 噪音 低排放那更難 因為你用的還是飛機的油嘛 它這個碳排我不知道怎麼解決 所以這個問題 它這個 其他的我覺得不難 0.85馬赫巡航速度 有這個247噸的這個重量 這個不難 剛剛講的這個設計理念面 低排放 低碳 低油耗 這個很難 如果真的是做到這樣的話 國際市場它的市場就打開了 對 誰希望買一個高油耗的飛機 要花那麼多油錢 對 當然它在理論上 大概已經開始在做了 將來能不能得到人家的認可 也是個問題 航 航權拿不拿得到 也是個問題 但是至少它往這條路走 因為多年來它花很多錢去買波音 買Airbus 對不對 那這個它國產 就算你外國不買 我自己也能夠生產 如果剛剛我講的油耗 噪音 低排放 如果能夠達到達標的話 人家的飛機公司 沒有辦法跟你進程 是 所以這是一個有遠景的東西 對 沒錯 而且它現在其實還在設計階段 我來看到 它說它就是一個新能源飛機 為什麼它可以低碳排 它裡面說它可以混電氫 所以這個有可能 尤其我們來看一下 你知道嗎 中國大陸我們說 在能源車的部分 走出了自己的一條路 現在我們看 美國總統拜登都緊張了 因為他發現 中國的電池比美國強強很多 已經是事實了 喊話美國必須要成為 電池與電池零件的領導者 所以督促這個能源部 10月1號之前 要向參議院能源 及情報委員會進行報告 好 那美國到底落後多少嗎 等一下我們請蔡博士 來幫我們分析補充 美國在電池產業的技術 應該說商業化落後亞洲 10到20年 美國發生什麼事 大陸現在占全球電池的 總產量75%以上 據說2035年的需求 會增加到目前的7倍以上 去年美國生產的離子 離離子電池是佔率不到10% 那大陸呢 占全球離離子電池 產量70% 那這等於是10% PK 70% 而且還有一個重要就是 關鍵的五種礦物原料 控制在60%到100%的開採跟提煉 大陸掌握了很多的資源 博士 你談電池產業 跟那個談電動車產業 你就直接想一個人就對了 那個人叫習近平 為什麼 因為大陸上這個產業 就是2013年開始大投資 開始搞起來了 之前不是沒有 胡錦濤時代也有 胡錦濤時代一直還沒有很成熟 很多搞電池賠的賠倒的倒 蠻可憐的 我有幾個大陸朋友 當年還投資了 大陸某一家電池公司搞到垮了 這個產業就是要政府配合 然後要有一個很強的領導人 把他弄得讓他上軌道 要不然廠商有時候 會摸不著頭腦 那你2013年到今年幾年 剛剛十年 所以你說美國這十年來在幹什麼 宋愛兩個字他的鬼混 你看十年來這個沒有個總統政經在做事的 有在管什麼產業嗎 根本沒在管 整天搞東搞西 所以美國的情報委員會主席 這個瓦勒講對 就是落後十年 整整十年 當然他會誇張一點說 落後亞洲二十年 他講的是包括日本跟韓國 沒有錯 日本跟韓國是比中國更早發展電池 可是他失敗了 這是大家看得到的 那電池 大家不要想像成我們家裡那個什麼金頂電池 不是那樣子的 裝在遙控器的 電池現在的強調不管是軍事用汽車用 希望體積越來越小 然後功能越來越大 然後輸出 這個跟充電都能夠越來越快 還有現在要求更多 就是電量的輸出 跟充電是可控的 可以編成的 這個就複雜了 他怎麼會乖乖聽你話了 這是一個很大的一個技術問題 因為什麼 他們軍隊很麻煩 在各種武器上用的電池 不是像我們家電池說 輸出量是固定的 你只能開或關對不對 要大小控制都很難 不是現在他們要求了什麼飛彈什麼東西 都要求電池本身可以控制的 這種可以控制的電池 全世界獨一無二 就是中國在這玩 其他國家都躺乎其後 那你這個美國的參院的這個情報委員主席 或者是什麼能源委員主席 他們要求趕上這個進度 我是很贊成 為什麼 有競爭才有進步啊 可是你不要想說你想競爭就要打壓 美國就打壓不了中國的電池產業 因為沒有一款它可以打壓的 它不像半導體 什麼機器是荷蘭的啦 議題是日本的啦 然後這是什麼 所以要打壓得到啊 中國當時是忘了去搞這一塊 有啦 失敗了 像清華紫光啦 我這清華到底聽到清華紫光 我都很丟臉 可是中國在電池產業 跟新能源汽車是高度的成功 高度的成功 你沒有辦法打壓 那你來競爭 中國歡迎你競爭 我們有時候不歡迎你競爭嘛 那你現在就是說要如何競爭 現在就是個問題 你說哎呀中國大陸啊 鋰電池啊 佔了什麼 產量佔70啊 關鍵物資啊 佔60 100啦 關鍵物資也中國努力去找的好不好 你以為關鍵物資就在你家庭院隨便挖就有 不是這樣子的啊 去非洲找很久了 對啊 尤其裡面我們講過稀圖 稀圖的名字不曉得誰取 根本就亂取一通 為什麼 它不是稀有的圖啊 它不是到處都是啊 它比銅的儲存量還多啊 那為什麼叫稀圖 因為它都零零碎碎 零零碎碎 很多地方都零碎碎 你鐵礦喔 就是一個礦裡面都挖到很多鐵對不對 那叫礦麥 那叫礦麥 那裡面都是鐵 對 礦麥 它沒有礦麥啊 稀圖是沒有礦麥啊 是散的 它是零散的 所以你就必須要提煉的技術 對 你要挖一大堆 那一大堆的泥土 比如最多的好不好 最多的礦產是有啦 可是還是很分散 你必須用幾十輛卡車 才能夠提那麼一點點 所以變成初提煉跟精提煉 這個技術就要花很精神 為什麼 因為你運來的土都不一樣啊 對 你要把它分離 把它篩懸 然後七弄八弄才出來一點點 中國在內蒙古早就建立這個 很大的生產規模的一個生產線 那你其他地方 要找到這種優勢的地點沒有啊 第一個要很乾燥 對 那第二個 要能夠環境不污染 對 所以這個地方 中國在這邊做得很成功 所以 你不能怪中國掌握60到100啊 沒有 中國的產量是事實上在稀土提煉出來 可以供應電子的產量 全世界80啊 沒錯 那你說要打壓中國那你不要買算了 中國不打壓你就不錯啦 現在中國只是報告說 出口要跟政府報告 以前出口不用跟政府報告 現在要報告而已啊 那報告是 就是習近平主席去參加APEC 先來一個伴手禮 以後我的稀土出口是要報告的 是是是 你們拜登哪個廠家要買的話 要先給我報告 就這麼簡單 他也沒有說禁止哦 話講得很和緩啊 那你現在的電池的材料 電池的這個組裝技術 電池的控制技術 全在中國手上 對 那歡迎美國競爭 所以這個看你要怎麼 多來都可以 都可以 所以中國這個是很 很有軍事風度 看你目標設多高都行 歡迎 歡迎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 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 消化到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 保健功能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藥食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肺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何外的折扣